两厅院夏日爵士派对已经热闹登场了 今年有好多重量级的音乐家来到台湾 包括美国阿卡佩拉比赛冠军的团体北方点子 还有曾经跟爵士大师John Coltrane Miles Davis合作过的 85岁传奇鼓手 还有9次格兰美奖肯定的古巴乐手 总之大师云集值得期待 来自澳洲的北方点子人生合唱团 在国家两厅院户外广场带来精彩的演出 为一年一度的夏日爵士派对拉开序幕 今年两厅院的夏日爵士派对 首度邀请国内外知名阿卡佩拉团队 除了北方点子外 还有台湾知名的古巴爵士乐团 Soy La Le 今年两厅院举办的夏日爵士派对 邀请曾获得葛莱梅奖齐名 以及2009年蒙特罗国际爵士音乐节中获奖的 约翰·比萨瑞里 带来爵士吉他四重奏 还有获得九次格莱梅奖肯定的古巴乐手 阿图罗·山多瓦 他要带来经典的小号六重奏 在共产政权里面 即兴就代表自由 而爵士乐等同于美国的自由主义 奥巴马就曾说 他是冒着生命危险跟世界分享他的爵士乐 传奇的一生更被拍成电影《请别哈瓦娜》 而传奇鼓手Jimmy Coop搭配享誉 与国际知名的小号大师Michael Mosman 以及葛莱梅奖提名的Sax Funche Antonio Hart 三位大师要带大家享受最纯粹的爵士精神 9月的亚洲演出则是两度在美国爵士记者协会 荣获年度女歌手的新秀Rapeta 传奇钢琴家Hang Johns曾说 他是近60年来最好的歌手 从室内到户外 这个夏天两庭院要带着观众一起体验爵士乐的魅力 感谢观看